这个是森林保留地哦 森林保留地它有两种用途 一个是用途保留不可以开发的 一个呢它会看一些地方 它会拿来砍石头 所以它这一区呢 它呢这个标识啦 它是讲说它是属于 它是可以拿来做经济活动的 所以它是可以砍速的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 如果我们不知道它在森林保留地是什么样的 整个啦 包括森林保留地 森林保留地那边有60 60到70多个森林保留地 一块一块一块 它画哪里我们不知道 那这一个 我们有稍微跟森林局了解 它是讲说就是因为 树公大了有一些比较危险 所以他们开发给他们去砍 清理 呃这个是他们的讲法啦 具体详情到哪里 砍到哪里 我们就不知道 砍了之后 我们找到了 感谢观看